长江上万的魔物逼近王都 而最骁勇善战的剑圣女武神被派遣到境外 难道帝国就要被这么攻陷吗 这个老头叫巴纳 人宋外号最强魔法师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收获一批粉丝 就连陛下见到他都要居上一躬 听说巴纳曾经是陛下的导师 他现在是八八魔法学院的院长 这次来的目的就是因为自己管理的学院 自从异世界的勇者被召唤过来之后 一直惹是生非 难不成就是自己的同门师弟 就在诚意这么认为时 战时突然来报 森林附近出现大批魔物 正在向王都逼近 而且足足有五千首领级别的魔物 这让所有人心头一惊 因为能与之抗衡的剑圣女武神 现在已经在境外讨伐魔物 而他们这边似乎并不是很顺利 魔物就好像野草一样 一查又一查地冒出来 怎么会这么巧合 这明显就是声东击西的策略 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克莱斯 妄想使用阴谋攻陷整个王都 此时已有大批魔物出现在王都城内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这就是成一的作战计划 首先要介绍的是 为了美式而战的露露尼 其次就是希望得到成一摩头沙的欧里加 最奇葩的莫归于这三小只 其中冒险工会会长的八块腹肌 最引人眼球 还有就是以性感自称的小黄 相信这两位合作一定不得了 会长为了抢签出风头 居然玩出了飞一般的感觉 结果却啪啪打脸 被魔物一棍子拍了下去 还是小黄即时出手 会长才得以安然无恙 紧接着大家都开始往前冲 至于成一和巴娜 则留在炮台上及时观察情况 让成一大吃一惊的是 体格瘦弱的小黄 居然把三个强壮的怪物死死拿捏住 一皮鞭下去 敌人就皮开肉绽 不过这还在喝奶的小伙是什么鬼 总之每个人的出招方式都很与众不同 只有见过大市面的巴娜呼呼大睡 最后一个出场的魔物是瘦王 看起来力大无穷 这时候曾经茶餐厅的老板出场了 一剑下去就结束了授完了小命 这作风完全和暗杀者有一瓶 直到小白出场时 巴娜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因为她使用的最高级的兵器魔法 魔物消灭的差不多时 巴娜利用魔法 旋风之术将敌人消灭殆尽 就在这时噩耗再次传来 大约上万头魔物再次逼近 看来这次的战争必将血流成河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莉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by bwd6 by bwd6